女子偶然救下一只雁,没想到却引来数百只大雁来报恩。 大雁是有着迁徙习性的动物,每当秋冬季节,他们就从老家西伯利亚成群结队地飞到南方,第二年春天,他们又会回到老家繁殖。 我们看见大雁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迁徙的季节,他们会在天空成群地飞过,但在中国山东的一处生态园里,有数百只大雁却没有迁徙,反而在这里长期棄息。 谈起大雁们和这里的缘分,背后还有一段特别的故事,这事还要从2018年的5月说起。 当时,这座生态园的负责人在水库边看到一只大雁,那只大雁一动不动,腿好像受伤了。 好心的负责人赶紧把他抱回了家,悉心治疗了他的腿伤。 刚带回家的时候,这只大雁很怕人,负责人找来各种食物喂他,他却一口都不肯吃。 直到负责人给他换了几次药,伤情好转后,大雁才慢慢开始进食,也慢慢和负责人亲近起来。 半个月以后,大雁逐渐恢复了健康,甚至能够起飞了。 有一天,大雁飞走了。 好心的负责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。 没想到下午大雁就飞了回来。 第二次回来的时候,甚至还带了十几只大雁。 从那以后,这只大雁又陆续带了不少朋友回来。 在这个生态园里安家落户,为了让他们更好的生存繁衍,好心的负责人还专门建了一个孵化室。 一年多的时间,这些大雁已经在这里进行了三次孵化。 如今,这里大雁的队伍已经壮大到了三百多只。 但是在北方,冬天很冷,并不适合大雁生存。 好心的负责人还专门请来饲养员,照顾这群可爱的小家伙们。 好心人的出手相助,换来了大雁的信任与依赖。 而雁群的助流,也离不开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。 只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,我们才会迎来青山绿水,白鸟云集的美好明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